语言公子 飞鸽 他陷气太强了 你跟梦里先走 赵祖一起走 世间于民可笑之际 居然还相信什么朋友之意 让我死 语言公子 可你这凡人 怎会有至阴至阳的灵丹之体 这段无可能 因为你斬妖的执念 让你注定要死在妖的手里 王不敢 好强的剑光 王术剑弃 韩姑娘 灵厂 怎么样 这剑光可以让越南王元神禁散 定会伤及韩姑娘 我也发现了 这把剑跟我爹的脾气一样 还挺厉害 你们还是速速离开吧 韩姑娘 我们快走 这块塌了 跟我走 前面就是你们来时的洞口 跟我来吧 天河 你先放我下来吧 没事的 我不累 野人 你听话 你先放我下来 你不可能是火人 但是你要与我一模一样 老人常说 人之将死 原神跟身体便会分离 难道 你是我的原神 我叫吴面 玉南王为死后生仙 网顾礼法 命令殉葬一百零八个侍女 我就是这一百零八个侍女的念礼 积极而成 那为什么 你跟灵莎长得一模一样 我没有面孔 我的面孔是你们想象出来的 此刻你们最担心谁会死 那我便是谁 那就对了 我们就是 最担心灵莎死了 杭姑娘 你应该也怕极了自己会死 我是怕死 难道没有循环之月 被迫殉葬 不是更有怨念 你为何要搭救我们 因为你是云天青的儿子 十九年前 玉南王利用阴阳紫雀之力 即将突破赤飞玉壶封印之身 是云天青大侠重新加固了 赤飞玉壶的封印 不然 玉南王一旦脱出 必将会失衡遍野 血腥屠杀 我就说 那个承蒙的玉南王 怎么会那么痛恨我爹 原来我爹把他封印住 是为了救更多的人 所以我对云天青大侠心存感激 但我面惭愧的时候 我迫于玉南王的阴慰 还是把你们引到了大殿之上 但当我得知你是云天青大侠的儿子 我便下定决心 一定要尽我所能地帮助你们 也算是报答了他的恩情 姑娘 玉南王如今已经灰飞烟灭了 你也摆脱了禁骨 可以解脱了 多谢几位 我们有缘再会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